Hello大家,我是熊猫,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mimibox,美美箱的开箱视频还有产品的释放 后面会带给大家一个碎碎念式的那个产品释放,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脸上这个妆 那么mimibox呢,它是韩国的一个美妆箱,它里面含有很多韩国最新上市的一些彩妆啊,护发还有护肤的单品 然后希望通过这种combination不同产品的混搭,大家可以尝试不同品牌 然后认识现在你知道在韩国最popular最硬的一些单品是什么 那么对于一些你知道彩妆初学者或者说大家预算有限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尝试新的产品 我对这个箱子非常非常excited,很感兴趣,而且我非常开心 我能有这个荣幸,就是收到这个puzzle,它直接从韩国寄过来的 当我昨晚在我的信箱里面看到的时候,我真的都要尖叫起来了,真的很开心 那我们在开箱之前呢,我要说一些非常无聊和官方的话 那就是说在这个分享当中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在下面的视频里面所有的推荐意见都是来自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的开箱和释放呢,了解到mimibox 美美香的存在,而且知道大概认识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那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开箱咯 那么首先呢,第一号产品呢,是一款美白产品 它是一种美白乳液 那这个乳液呢,它很神奇的地方是 它捏出来的时候里面有小小就很微小的一些粉红的小栗子 但是小栗子在我推开再使用它以后,它会让我的皮肤 同时滋润和美白 那么跟我一般的滋润霜不一样是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好像是那种散发出非常漂亮的珍珠光泽感 那这只手呢,是我已经涂完这个美白乳液 那这只手是没有涂过的 所以基本上,就好像是给你皮肤上底妆一样 但是它又没有任何的妆感 所以我对这款产品还蛮感兴趣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女生们在夏天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在你们就是手臂啊 或者说大腿上有些你知道皮肤暗沉 或者说有点蜡黄那种那种concern的话 这一款美白乳液是一个非常好的修饰产品 那同时呢,我觉得它味道非常清香 淡淡的,很女性化,不会太夸张 因为女生有的时候上乳液的时候 如果说涂的那种很花俏味道会让人觉得很反感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它 第二个产品呢,是来自The Chute 他们家的Silk Glow Artistic Shatter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种眼影笔吧 我想试色给它 它颜色非常好看 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这种暖金色 我觉得你不管是用它单独当眼影来用 还是用它来做你眼妆打底,它都非常厉害 因为它涂在手上的时候 它的质感是非常柔和的 很容易推开 所以不会产生那种你知道在眼皮上拉扯 那种尴尬的现象出现 然后另外一头它有这个Sponge 就是可以把这个眼影给推开 弄得变得淡一些,shear一点 接下来是一个来自叫做Witches Pouch 他们家的眉布产品 它的名字叫Easy Drawing Gel Eyebrow 一头是这个刷子 就是可以比较硬的 让你很精准地画出那个韩式的 你知道比较粗的眉毛 然后另外一头呢,在它尾巴这边 是真的眉毛胶 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个直接沾取在里面 然后就顺着你们毛毛发的那个路线 就这样子横着画 非常方便携带的一个眉布的眉毛胶 那么第四个产品呢 是来自VDL他们家的Tint Bar Triple Shot 就是三色的这种gradient 渐层变色的咬唇妆 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咬唇妆都是在嘴唇中央是最红的一点 然后as you move outwards 越往外面的话 外面颜色越大 然后感觉像是那个裸唇一样 但中间就是很红,很艳的颜色 让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刚咬完一个 你知道樱桃或者说西瓜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产品呢 说实在 它很滋润 但是我对于这种三色的变色咬唇妆 我其实觉得还好 不是我强顺 我比较喜欢嘴唇上这种比较艳一点 然后比较饱和显色的唇彩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来自Lotion Eclair他们家的腮红 粉状腮红 当说是腮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给皮肤一个提亮的 蜜粉 按压式的蜜粉 因为呢 我今天也用它 然后我就刷在我的脸颊上面 给我一个非常自然的光泽度 但同时它不会有你那种传统的那个体亮饼来那么的夺目那么的夸张 是雾面 里面又带着那种非常微弱 有很自然的那种光泽度 所以任何彩妆初学者 你们如果不知道该如何的体亮 不知道该下手有多种的话 可以用这个产品 非常喜欢它 接下来的产品呢是来自Tony Moly 他们家的BC Dacian Old Masters Air Light Base But Perfect 从这个名字上听起来应该是 你知道给底妆打底的一款产品 它含有SBS30 PA两个加 那它应该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防晒 还有保持美白的一个效果 等一下示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到底是什么的效果 我觉得它很适合像我这样子混合性油皮 或者说大家在夏天比较炎热的情况下试用它 它涂在脸上非常干爽 而且它可以带给你一定的遮瑕力 遮瑕不会像你传统BB霜那么的厉害 但是又比你CC霜拉得强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做一个尾素颜的妆容 它是最合适不过的 这一款它是试用妆20克 所以说我如果很喜欢它的话 用完以后我会回购 那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来自 Rainbow Cloud他们家的面膜 它里面含有一个黄色的 叫做Whitening Skin Mask 应该是美白的 还有这个蓝色的是Hyleronic Mask 应该是补水之类的 那这两个呢 我都很excited I want to try it out 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感觉 到时候会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后我要说到的应该是我整个Mimi Box 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而且我觉得最值的一个产品 那就是这个Perfect Repair Serum 它是给我们头发修复的一个 我已经用过它了 第一次用它是在昨天晚上洗完头以后 头发稍微还有点微湿 我直接就按压一些在我的手掌心 然后顺着我的发位 等过了大概两三分钟吧 我去吹头发的时候 整个头发就变很轻盈 完全没有那种黏黏厚重的感觉 然后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头发有点像砰砰的 有点像稻草一样 我也按压一些在我的手掌心 然后顺顺我的发位 够滋润 不会太厚重 如果说大家平时上班 上学 出门 whatever 没有时间整理头发 如果你头发比较长 像我到这种肩膀 或者说更长一点的那个length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丢到你的包包里面 然后你在车上或者说你在等车 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顺下你的发位 当你的发位不毛躁的时候 你整个头发的质量都提升了 所以 它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会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check out 这次的mimi box 因为 这个护发精油 它真的是超值的 而且我是个 你知道爱头发的人 所以说 我很推荐大家 去尝试一下 这个护发精油 真的是非常非常 好 简单介绍完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彩妆的部分咯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现在脸上的妆是怎么完成 就接着观看吧 我们一会儿见咯 底妆的部分呢 我要先用一个打底产品 那就是来自 Tony Moly他们家的这个 BC Dacian Old Masters Air Light Base by Perfect 这个打底产品呢 含有SPS30 所以说 应该是很好的防射产品 大家知道韩国彩妆 其实很看重防晒 我很喜欢这款产品的味道 就很清香 然后质地也很薄 不会油腻 我觉得这款打底膏 它可以帮你做到一个尾素颜的那种妆感 如果大家瑕疵不是太多的话 就可以尽量就是单独用这款产品 我蛮喜欢的 我们现在先移到眉毛的部分 让底妆settle一下 然后再上我们正常的一些粉底产品 那今天要用的是来自Witches Pouch 他们家的Easy Drawing Gel Eyebrow 这个沾取一点 刷在我们眉毛上面 OK 我觉得这个很自然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眉毛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就上底妆的部分 今天要用的是来自Max Factor 他们家的Miracle Touch Liquid Illusion Foundation 它的颜色是45号 今天要用的是来自Gessop 他们家的这款尖头的Kabuki Brush 我非常喜欢用这个刷子来用 用在这个粉底上面 然后就直接刷上去了 就从脸部中央开始 我非常喜欢这个刷子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头是尖的 所以等你画到眼四周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做到更好的遮瑕 有些网友跟我说 这款粉底霜会有点干啊什么的 然后虽然我是混合性油皮 但是我一般都会在天气冷的时候使用它 因为我觉得它还蛮滋润的 这下里有够 每次用完它以后就觉得说 好像皮肤的光泽度就很漂亮 我买这个版本 我在店里面看到它的时候 它说是有改版过的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旧版的会比较干一些 好 现在到眼妆的部分 那打底的话 我会用这个来自Mimi Box里面的那个眼影膏 我会把名字写在下方 就直接把它涂在眼褶的位置就好 而且它的质体非常非常的柔 很好上色 然后接下来会用来自Soulin他们家的这一款 画在我们眼头的位置 OK before we go in the further 我会先画个内眼线 接下来呢 我会用来自Soulin他们家这一款 Bronze Eyeliner 用它 就画在 超过我们眼 内眼线的位置 我可以用刚才那个打底的眼影膏 用手指沾去一些 压在我们眼睛的中央 现在卷下睫毛 睫毛一定要卷翘 现在呢 你就可以刷一层非常爱用的睫毛膏 我的就是 MAYBELLINE的FALSES 接下来这部我不知道是不是画舌天足 但是我要用的是来自Soulin他们家6号 红酒色的眼线胶笔 然后画在我下眼线的 就是外缘啊 画好以后呢 我要用来自 ALMAY他们家的 ONE CODE THICK ME MASCARA 加深我的下睫毛 最近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把我的下睫毛画得很清晰 那今天腮红的部分呢 我会首先用一个来自 ALMAYSCA他们家的 Creme Pigment 叫做Androgen 它是一个粉红色 非常粉嫩的粉色 用刚才用过的粉底刷 然后就 沾去一些 笑笑 如果说你的皮肤很油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高状产品不会持久的话 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另外再用一个 腮红 粉状腮红 那我今天要尝试的是来自MIMI BOX里面这一款 比较偏于肉色的一款腮红吗 我觉得说它也可以当个体量做 然后用这种斜刷 今天唇妆呢 我要用的是来自MIMI BOX里面带这一款 VDL的LIP TINT 听说是有名的咬唇妆 然后里面像那种冰淇淋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种粉色 然后像糖果的一样的产品 有咬唇的效果吗 我觉得它滋润度很够 所以对于一些学生 或者说你知道很低调的上班族 你可以用它来当你的护唇膏 和你单身的唇彩 我还是喜欢这种比较艳一点的颜色 OK 我现在用的是来自 Nicks他们家的MAT LIPSTICK 它的颜色叫做MLSO2 像整个人看见气色好多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MIMI BOX拆箱 还有产品试用的一个视频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MIMI BOX 美美香感兴趣的话 会把所有的信息都打在视频下方 方便大家去寻找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